那么重点就是回圈 就是将串列里面的字串 转换为整数的过程 那其实重点不外乎就是 其实如果你不太熟悉啦 你就可以先写转一个就好了 然后在外面包一个你要转的全部 所以回圈指的是全部范围 那里面的这件事情是针对个别性的 那你只要把个别性的那个 本来是零嘛 改成I就可以了 那其实就可以达到全部做那件事情的一个动作啦 OK 所以概念如果有的话 以后其实应该会还蛮好处理资料的 因为举凡不管是Python也好啦 其实你说VBA不也一样 VBA里面其实也在用回圈处理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嘛 也是一个回圈 然后做什么事情 道理是差不多的 OK 那再来最后呢 如果有同学可能想说最后 如果要最高分最低分啦 其实很简单 就是max刮符把那个score放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底下h你还可以加上最高分跟最低分的一个叙述嘛 比如在这里底下print最高分 因为它内建有个函数就max 跟以色尔的方式一样 跟那个mini 那所以我一样把那个score的这个串列丢给它 它就帮我print了 最高分几分 最低分几分 可以把它print了 那最后的话得到这个 假设啦 如果我今天有个简单的需求 我希望把底下这个叙述 把它怎么样呢 存一个档案 存档 因为现在只有锈在控制台这边 那你控制台你顶多只能复制贴 你不要存,存档变你要手动 可是如果你的需求成点 你希望可以把这个资料存档起来 存档的话,其实重点 就是如果将来你想要存档 其实重点就是 需要在底下写三行叙述 第一行叙述跟上面很像 f 等于open 意思就是说如果要存档的话 那我要先开一个档给它放 那个档的名称 也许叫什么,叫eng 底线,report,rpt,report ok,假设这样,点tst好了 也就是说呢 我希望把它做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斗表 ok,对一个文字档 然后呢 后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斗点 就是把它改成叫w 上面是r,上面是r r的话是读档 那这个地方是写档 意思是说我要写 资料到这个档案里面 所以呢,顾名思义,底下的话呢 会有一个叫f,下面是read,对不对 那下面的话叫write 所以如果你是打边模式的话 那你这边的话就有一个write 那write的话,你就需要把你要write出去的东西 放在这里 那可能是一个变数叫s好了 可是目前这个s还不存在 最后记得 要你写完档之后 你必须把这个物件关掉 f 物件的话记得把它close 从记忆体里面把它close掉 这样就ok 所以基本上就这三行 就是写档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其中我们还有一个资料还没产生 什么资料,就是你要把什么东西写到那个档案里面去 就是这一串 这一串 共有几个学生 总分几分,平均几分 最高分几分,最低分几分 那目前呢,这个东西还不存在 那我如果希望这个东西 将来帮我把它创接之后呢 变成一个s的变数好了 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里,可是目前不存在嘛 现在呢,只有print 那所以我如果要产生那个东西 那势必就是先产生一个s的变数嘛 然后你只要有那个 有那个字串 你就给它串串串,串到后面去就好了 有没有,然后另外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 这个后面要换行嘛 换行可能要加反斜线n 反斜线n就换行 如果你没有加反斜线n的话 那这个最后,这个不用 那它就没有换,变成全都串在一起了 那你说,老师那为什么这边有换行 因为println本身嘛 println有换行 所以它println本身就不用管换行的事情了 那可是要怎么样可以把它资料串在一起 所以第一个 写档很简单 就这三行 这三行我也还蛮推荐各位可以把它记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这样也可以等下一样把它打一遍 好,第一个就是 存档的三行 一样是f 它跟上面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 上面是,这个地方是用r 这个地方用w 那上面用read,readline 有没有,那这边用write 这个是return 因为读一定有return 那这个不用return 这个是要传一个 你要写什么给它 最后要close掉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如何产生s s要怎么产生 因为我希望 这个东西,这个我要 所以我可以在哪个地方呢 可以在这个println的上面 因为我要的是底下这个println的字串 那我就在上面增加一个s好了 s等于空的 在这边产生了 它里面现在没有放任何东西 表示它已经在记忆体产生一个 一个变数叫s 里面没有放任何东西 那接下来我要把它放进去的话 那我可以把它在这个println的底下 增加一个s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上面的这个东西 因为你println的东西 那我不只println 我要把它串到里面 那你可以什么 s 直接 看这s s加 有没有 就是 把它自己 不过这个如果没有串 好像也没关系 直接盖过去而已 OK 不过理分上如果你是串接的话 就s加上 它现在的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共有几个学生嘛 但是可能要助理我刚刚提的 因为println会换行 但是s如果你要串的话 因为我在这边我希望让它换行 所以呢 你可能要自己再补一个换行 就是反斜线n 在这边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它会给你全部串在一起的 好 那这个 第一个OK的 就是先踩那个空的 然后你把它串在后面 然后再串什么 算总成绩 所以要在总成绩这一行下面 其实简单的方法就是拿这个s 等于s加 然后呢 直接就复制到这边 然后呢 把print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 就瓜糊里面的东西放到这后面 但是要记得换行 那format的换行应该是在这边换行 这加在这里 反斜线n OK 然后最高分最低分一样 就是在这边 s加 在串好了 s加 然后 最高分 这个 不过嘛 它这个地方是用那个什么 豆点 所以你可能复制过来的时候 你可能要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改成最高分 然后呢 把它用什么 用加号 加什么呢 加 那因为呢 如果你加的是max 这得到应该是分数嘛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自己再把它转型一下 钱瓜糊 五瓜糊转型 如果你没转型 它是数字 那数字跟文字一样不能串接 那一样记得尾巴再加一个什么 再加一个换行 OK 好 再把它串过来 然后最低分一样 最低分 那我干脆拿这个来 来放在这里好了 OK 然后把它改成mini就可以了 这个改一下这样比较快 OK 最低分 好 这样理论上应该就全部串完了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串接可能要要记得啦 其实它主要就是 先产生一个空的一个 自串变数 有没有 然后呢 再分别把你需要串的东西 把它放进来 所以呢 s等于s加 等于是说把 把 它的东西跟你原来的东西 串在一起之后 再把它放到前面去啦 所以等于是把每一个没有 全部串在一起的意思 另外呢print有换行 这边没有换行 所以你就加一个换行 OK好 那最后的话呢 利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完成之后 所以这个有点复杂 但是基本上都把它写在print下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应该可以串出来 应该它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表示应该存档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到我们坑屋底下看一下 我放的路级应该是 我放在我的本机底下的c 底下的这个啦 OK 然后有没有一个叫 有一个ung底线rpt.ta 有啦 OK 打开看看是我们要的 看到结果 共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应该是我们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怎么样 先产生一个空的 然后共几个嘛 就是把这个 换行其实就是这个地方的换行 所以如果假设这个换行没有的话 它会变成总成机会串到它的后面 它就没有换好 那总成机 平均 因为我这边加一个换行 所以它也换好了 最高分 因为我这边有转型 所以没有发生错误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所以刚刚的重点 第一个 先 用那个open方法 先开个档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呢 利用这个 Rise 你用RiseS 再用那个S 把需要的文字串一串 然后把它写出去 这样就OK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可能在那个串接部分 相对会比较复杂一些些 试一下 那这个当然最后的答案 云端上面也有了 讲义也有 所以我这边的话 基本上 在云端白板上面第五页 你们其实可以拿那个 就是前面的自己改一下 去年轻松的 我再用这个 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我再用这个 这个 那就是 我有事